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中国杭州参加了G20峰会以后 对老挝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并出席了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 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亚洲 也是他第九次到访亚洲 凸显了他对亚洲地区的重视 奥巴马总统此次出访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他的继任者是否会继续奉行重返亚太的战略 美中之间围绕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怎样的较量 我们现在就跟刚刚从万象采访归来的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丽雅你好 这次访问辛苦了 你好 谢谢 刚才我们也谈到这是奥巴马在任期间最后一次到访亚洲 你认为他这次出访的意义是什么 他这次到老挝的万象 是不是就老挝和美中之间的位置和中国的关系 进行一下某种的平衡 是的确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是奥巴马总统 其实他是第八次与东盟十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 也是他第九次到访东盟地区 特别凸显了他对该地区的重视 那么出访这次主要目的当然就是说 继续加强美国和东盟地区各个国家之前建立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 那么通过这种面对美的接触和会谈 当然会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这种战略关系 那么对于他对老挝的一个访问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因为这是第一位美国总统到访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内陆的一个国家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的确就是说 我们知道除了2012年这个时任的这个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对老挝进行访问之后 这他首次就是奥巴马首次到老挝 其实他受到老百姓的这个老挝老百姓的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 就是我在这个采访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老挝人 他们都对就是奥巴马来访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就是我们在采访一个93岁的老太太 他就是问他对奥巴马会有什么话说 他当然就是说希望奥巴马能够再来这个老挝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 其实就是他到那去无疑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和老挝 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国家历史上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他对在越南战争期间对老挝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轰炸 那么奥巴马在讲话中也表示 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其实有道义和这个人道上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来帮助老挝清理在越南期间 美国在老挝所投下的大量的这种这个炸弹 尤其其中很多是没有爆炸的 那么他在访问期间也宣布了 就是对老挝在今后三年投入90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来帮助清理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不光是就是说美国有这种义务 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做法 其实也会加强美国和老挝之间的这种信任 那么老挝当然跟中国关系非常的密切 因为是老挝是中国的这么一个后院 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亲自去访问老挝呢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平衡这个美国老挝和中国之间关系 因为老挝的新任这些领导人其实他也有意 就是说能够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 以避免就是过于依赖中国 我们知道在历来的东盟的峰会 以及系列的峰会上 南中国海问题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那么这次峰会期间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 各方有没有什么较量 另外我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虽然参加了峰会 但是并没有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双边的会谈 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的确就是南中国海问题 其实是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讨论的一个重点 我们看到就是在峰会之后 那个发布的一些主席声明和联合声明里面 其实都特意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 那么在美中之间的确是有降低 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也报道 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这一系列峰会之前 实际上是非常严正以待的 就是特别跟这个之前都进行了很多所谓的运筹帷幄 他在那个到达老挝两个小时之内 就是会见了这个中国和东盟关系协调国 就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同时也跟这个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总理梅德维杰夫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都进行了一些会晤 就是说你看从这些国家看 其实他们在南中国的立场上 显然就是说会对中国比较有利 但像你提到的就是说 的确就是他李克强在多边场合 比如说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 的确是跟奥巴马总统有这个见面 因为也握手寒暄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安排直接的会晤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实际上 因为这个奥巴马总统 刚在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跟习近平进行了一个双方的会谈 那么可能也还是由于时间上的安排 两个人并没有安排这种双边的会晤 好的 今天时间因为节目时间比较紧凑 所以只能请你介绍这么多 非常谢谢你 以上是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 丽雅介绍刚刚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系列峰会 那么谢谢丽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